好說農曆七月還沒到 怎麼就出現殭屍了呢 這是一名男子 打扮成最近超夯的角色 殭屍騎乘的還是電動單輪車 遊騙了台灣各地的景點 目前民眾拍下這樣影片 PO上網引發熱議 好但是仔細看喔 這男子使用的是違規的電動單輪車上路 危險行徑恐怕面臨三千六百塊法環 欸 帥喔 好帥喔 gogogo 欸 這不是最近轟動全臺的殭屍先生嗎 怎麼不好好在南美館待著呢 反而在路上爬爬燥 而且現在都還沒有到農曆七月 怎麼這麼急著跑出來 原來這不是離家出走的僵屍啦 他是一位自稱恐龍叔的男子 要用電動單車環島 從新北富貴角出發 一路往南 先到台中離山風景區 再從武林往南投親近農場前進 還在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拍照打卡 接著現身高雄賈賢大橋 最終目的地在屏東 鵝鑾鼻燈塔 換到旅途中有民眾拍下影片PO網 不只吸引大批網友熱議 也順便獲得警方關心 警方也說如果他們遇到恐龍叔 就會當場南下他外加開單告發 讀書一格的環島計畫 雖然創意滿點 但打扮成僵屍的模樣 可能會嚇到其他用路人 而且還違規使用電動單輪車上路 也容易發生意外 如此另類的做法 民眾還是不要模仿比較好 記者綜合報導